但我只有跟這幾位老師講而已嘛 你看我們這邊有眼睛有沒有 你也可以這個圖審我還要 可是我暫時把它怎麼樣 關閉就好了 就不會看到它 這樣有沒有就關閉了 所以你可以隨時 欸我現在講什麼內容 我就把那個打開也可以 好也可以 那我們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有兩個 一個叫串流 一個叫陸制 如果你要當網紅的 請按串流 好你就可以直播出去 但是直播之前要先做設定 就是說你可能要看你是要 從YouTube播出去 還是Facebook播出去 還是哪一個平台 那我們不是要做那個 我們就按下面這個錄製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錄製囉 剛剛老師 要不要開學的說下課呢 這樣好可怕 新生我看今天才剛進來 要住宿而已 你就這樣打包包也能照啊 哈哈哈哈 好那我現在錄好了 我就按停止錄製 因為它預設錄製的格式呢 叫做FLV 這個呢叫做Flash Video 多數電腦現在應該是不能夠播 那怎麼辦 我們就從左手邊這邊 打開有沒有個叫重新封裝 也就是說我們請他 他電腦他的那個軟體 本身就有這個功能 打開之後有沒有找到一個FLV 我就告訴他 請你幫我重新封裝 他會幫我們轉換成這個MP4的格式 那檔案不會太久 除非你的就是錄盆 有沒有一下就好了 好現在我就把它關閉 那關閉之後呢 我怎麼知道錄影檔案放在哪邊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錄影 預設都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好都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我們把它按下顯示錄影 您就會看到有沒有一個是FLV 一個是轉換之後的MP4 我們就是這個才可以直接播 這樣你電腦就會認識他 現在就開始錄製囉 剛剛老師 你看我剛有解決麥克風對不對 所以你看錄下來是不是就有 這樣好可怕 哈哈哈哈 新生 我看今天才剛進來要住宿而已 你就這樣打包包也能跑啊 哈哈哈哈 可是你看我現在錄好了 沒有做 背景的去背 是不是效果比較差 對不對 這個是真的有差 那所以 這是 老師您實際在錄的時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可以留意一下 你看 功能就這樣而已 這樣解決的 這樣老師還OK嗎 有沒有人還要再試看看 如果你是藍色小軍人 也可以 可以提供 有看著有戒外套的 可以借人家一下 哦 哈哈哈 也可以試一下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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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